据环球时报9月18日报道 台军年度汉光演习 使兵操演的演习背景假设 首度曝光 重点进行反战手演练 演练中 台军的反战手行动部队 在宪兵指挥部的配合下展开反击 保护蔡英文安全撤离 蔡英文则是搭乘领报装甲车 逃进恒山指挥所 台媒炒作称 17日是台军汉光37号 持兵操演的最后一天 解放军军机同日进入台西南空域 根据台空军发布的解放军方天动态 一架运8反潜机 一架运8寄针机 两架次歼11 六架次歼16机进入台西南空域 据台防务部门消息 自9月3日以来 解放军军机已经连续15天进行巡航 并且在8日当天再次巡航台西南空域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此前曾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 以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张春辉还强调 战区部队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